铁柱磨针 李白是中国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人们称他为事先 李白小时候非常非常松补 不敢什么书看一遍就能背下来 可是他特别贪玩 不喜欢学习 有时偷偷跑出去猪虎 有时候偷偷跑出去采眼花 有时候坐在河边看小鱼 他的腹部如此非常着急 一天李白读了一本书又坐不住了 他车上不注意丢下书本 悄悄 预和出去 去天哪 大只人好美啊 热融融的小草 像地毯一样踩上去软绵绵的 有话到处都是 被放在花间踩腻 蝴蝶在花间跳舞 李白玩得开心起来 他四处闲逛 走啊走 他只不觉来到一条小溪边 李白看到一位白放藏藏的老婆婆正在西边 石头上吃地磨了一根铁棒 李白觉得很奇怪 上前问道老婆婆你磨一根铁棒干什么呀 老婆婆看看李白冷淡地说 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 李白吃了鸡 鸡毛问 老婆婆这么粗的铁棒 时不时后才能磨成绣花针呢 老婆婆说 不用担心 只要功夫深 铁棒就能磨成绣花针 老婆婆的话 激醒了 贪玩的李白 他想 是啊 我这么贪玩可不行啊 要将来林丛才 我也得下功夫啊 李白急忙跑回家 他从此刻苦学习 仔细观察 最后成为了一代事先